如果这条方程有至少一个整数根 我们就可以找出这个A是什么自然数 既然今次的主角是这个A 我们就可以首先group一group A可以是什么 这条式首先把跟A有关的东西group在一起 x的平方 加4x再加4 这个乘以A就等于把跟A没关的就放在另一边 2x加12 然后我们发觉这条东西刚好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但是在这一刻暂时还没有很有用 我们把这个完全平方数的东西踢过去做分母 x加2整个乘以平方 由于我们说过A 我们今次要找A是要符合自然数的这个条件 那自然数呢 就是平时我们在自然界数东西的人 用到的数字 1 2 3 4 就是可以有x的1寸 range x可以是这一堆数字 x有机会等于 x4 x4 x3 x2 x1 x0 x1 x2 x2 x3 x3 x1 x3 x3 x2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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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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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可以等於1,3,6,或者10 我們看到一條這樣的二次代數式 而且這條問題還要問它的最大值是什麼 知道有點緊繃了 一般這樣的二次代數式 如果沒有任何restriction 的情況下 它suppose的maximum value 應該是無限大的 你只要給我一 pair x 和 y 給我 我當然可以給它更大的數字 所以這一個數字 如無意外應該是無限大的 但是既然它出了一條問題 可以問的 那我們就已經知道 會有些restriction 就是說 應該會和這個z 會有些古怪 有些景棍搞搞的 那我們首先第一件事要看的 當然就是看看這個z 可以是什麼的取值範圍 所以呢 我們第一步呢 就可以整理一下 首先由xy 來看看有什麼線索 因為它剛好給了出來 一個好像兩根和一個好像兩根積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 對於任何的xy 我們都會有x-y的平方 這一個東西 就大過或者等於0 沒錯這個statement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減粗屈做 和上面有關的form x加y的平方 減四個xy 這個東西呢 大過或者等於0 這個也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代這些xy了 你看到一個是z-1 一個是z平方 減7個z 然後加14 所以呢 然後下一步就代下去了 這個東西就是 z-1 這個東西的平方 減4 乘以上面的一個z 平方 減7個z 加14 那這個東西 整個東西大過 或者等於0 那我們 之後整理一下呢 我們就會有 旁邊的這一條色 3個z square 減26個z 再加55 這東西呢 就小個或者等於0 那你看到 倒轉了符 這個1個z square 然後減4個 那然後呢 我們 經過普通的代數運算呢 我們就會解出 z的取值範圍呢 就是 介乎在 11 over 3 以及 5 中間的 那接下來討論 c就要在介乎在這個區段中間 那既然是這樣 x平方 加y平方 又會怎樣呢 x平方 加y的平方 這個大家應該都不陌生的 它的變形就是 它的變形就是 等於x加y的平方 減2個xy 那你代些c下去 然後又整一下 整一下整理一下它呢 那就會有這條這樣的表達式 負 c減6的平方 加9的 那我們有這塊東西 一般來說呢 我們就說 z這個東西 等於6 然後這個 maximum value 就是等於9 但是 由於我們剛剛 就新鮮滾熱了 出了z的取值範圍 那發覺呢 6呢 就在這個位 5在這裡 那 c這個東西最大 才可以等於5 那所以這個東西 就不會直接剔走 那既然 我們放個5下去 是最大的話 那就索性放個5下去 就對了 那所以呢 今次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x平方 加y平方 就是最大值 的maximum 就是在c等於5的時候寫完 先寫完 這個東西呢 就發覺變成1 那就是9 減1 那所以這個東西 就等於8了 那所以我們解答呢 就是 這個東西 這個c 是等於5的人 這個東西 c等於5 然後 這個x平方 加y平方 就是等於8了 就等於5 加y平方 加y平方 加y平方